啊啊啊 好多謝北京 我好害他 不行再監視一下 我會讓你不是他 你你選好你這位病人大豬姐 他就是不給你擺月光 那叫什麼 旁開救人 這是你求醫該我的態度 如果他出了什麼事 我來陪葬 你可以繼續在這裡跟我換時間 畢竟 那怎麼是 畢竟捲呢吧 畢竟捲呢吧 你醫生啊 我懷的 可是同學陸家繼承人的孩子 你可小心點 別讓我流產 他的血 壓根不是從下身流出來的 你早就流產了 為什麼能夠 林淺 流產就知道 啊 好疼 我的肚子好疼 這個無聊的醫生 你弄死了我的孩子 殺了你 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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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他 你在幹什麼 我 啊 我還感覺到孩子在踢我 啊 我感受不到他了 他是不是不要我們了 我一定要救救他 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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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生是吧 是不是不想我呢 啊 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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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能過 你還是這個孩子 哪有殺人 陸佩廷 我和你結婚兩年 你從不露面 甚至連我的樣子都不知道 現在既然帶著小曾在我面前挑釁 林医生 你怎么回事 得罪了陆北婷 我们整家院都会遭殃 对不起 院长 我不过自然 喂 准备一个离婚协议 我要跟陆北婷 离婚 告诉陆北婷 他的出心我不稀罕 他不贪手 哪有闻的 陆医生 赶紧回来医院 陆总那个居然 当时没有处理好流产 他现在感染了 院长 一 我已经不是你们医院的医生了 二 他来医院之前 已经自行流产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三 我想陆总现在 应该也不太想见到我 我求求你了 这就是陆总的要求啊 要是不回来 我这院长也当到头了 陆北婷 你究竟想干什么 你究竟想干什么 雅清感染了 院长说你是这里最好的医生 只有你能救他 上次陆总说 是果然方小姐感染的 这次还来找我 不怕我要他的命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 林医生 上次是我误会了你 雅清她年纪还小 难免会做错事 我希望你能救他 你想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答应你 只要你肯救雅清 陆北婷 你真的很爱方雅清啊 所以这两年 你从不回他见我一面 那我要什么都不想要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能救雅清 要不 陆总 你跪在他全面 怎么 不愿意啊 看来你也没有 那么爱方小姐 这次看来不愿意做 一天前自行不要 有场不干净 感染严重 这关口做的话 封锁能大 不能再做了 马正手 陆医生 雅清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 不过 方小姐已经不是第一次流产了 出院之后 记得调也好身体 陆医生 谢谢你 这是我的职责 可继续留在医院呢 不是陆总给院长施加 让我离开医院了吗 我可以弥补 钱不是问题 主任甚至院长的位置 你随便挑 陆总是不是觉得有钱 就可以为所为为 难道不是 陆北婷 我最讨厌你的就是这点 林医生 你最好不是在玩 女情故众的把戏 北婷 你今天什么时候来 我一个人在医院好害怕 医生查房 陆北婷 我等你 你身体才刚恢复 不能吃这些垃圾食品 我就是要吃 反正我也是在出车 肯定来到你出车 陆北婷 你究竟是什么演播 竟然喜欢治疗我 那好 到时候我也不会浪费 约老自然救了 林医生 我之前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太伤心 意识记忆错乱了 还以为自己没有流产 我都跟你道歉了 你为什么还要打我 林医生 有什么事情冲我的 不要伤害下去 北婷 林医生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别伤心 我真是多管钱 是 才会给方小姐做出 林医生 谁让你肯救雅琴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医生 你不会打雅琴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就打了他 你要怎么样 替他还回来吗 替他还回来吗 你究竟是讨厌我 还是讨厌雅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 你似乎对我有很大的敌意 我们之前认识 连方雅琴都知道 我是你的妻子来挑衅我 你竟然完全不知道 我怎么会认识陆总这样厉害的 雅琴 我相信林医生不是武力群闹的人 贝天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你觉得我会骗你 你之前就骗不过我 雅琴 你和林医生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哪有 我都不认识他 你最好不要骗我 不然的话 就算是你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给我调查一下城西医院的宁医生 陆总这是关于宁医生的调查 他是两年前入职的城西医院 关于他的资料非常的少 由于他在医院没有用证明 所以调查起来非常困难 什么都没查到 废 我想知道他的证明 还有他和雅琴是怎么认识的 陆总 经理 还有事 您的前妻已经签好了离婚协议 但他并没有让您的任何财产 这个女人不 陈琴啊 陆北腾最近在查你们 他派人去了梅花村 他想干什么 我跟他已经毫无瓜葛了 他的钱我不要 什么 你没要他的钱 陈琴 你可不能太心软 我们就应该狠狠地敲他一笔 想到他那么对你 我就想揍他一笔 揍我 那来吧 我确实也好久没有好打一架了 哥 我快到家了 要不我先回去了 林医生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哥知道了 我给方小姐做手术的事情 觉得我应该向你要点报仇 所以他才这么说的 林小姐的医术确实不错 这件事情是我欠考虑了 这里是一百万 陆总的心意 我说到了 只是我作为一个医生 你没有底下了 这些请 我 好 那我答应你预认吧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随时下午开口 我知道了 哥 要不我先走了 好 喂 爷爷 倩倩啊 你好久没来看我了 是不是离婚了 就不认我这个爷爷了 爷爷 您别这样说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要不 我今晚就回来陪你吃饭吧 爷爷 哎呦 倩倩啊 你这丫头 我不叫你 你都不想着来看看我 爷爷 对不起 哎呀 快坐快坐 其实我也想来看你 但是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就算你跟我孙子离婚了 可我还是你爷爷 以后就能过来 好 老爷 少年老爷 不会这么倒霉吧 我经常来看老爷子 都没碰上过路北婷 我们这一离婚的 去哪都能碰到他 倩倩啊 刚好 我今天叫北婷回来吃饭 你 不会不高兴吧 怎么会不高兴呢 爷爷 今晚我无论如何 都得让北婷和倩倩见上一面 要让他知道 错过了多好的一个老婆 那臭小子呢 老爷 车也行 吗 我买了 很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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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让你 你 还 你 你还能等我吃饭 卫婷 你是不是因为我哥救过你 才对我这么好 不要胡思乱想啊 好休息 陆总 您之前让我找到您的前妻 把一千万给她 可是 怎么 太嫌少了 不是 是查不到您前妻的去向 所以你要告诉我 她一个大活人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 周海 你最近怎么回事 您医生吵不下去就算了 现在连一个普通人也吵着 陆总 我一定把人吵到 对了 明晚是西城的一年一度拍卖大会 您看 也要参加吗 徐氏大少爷徐浩即将留学归来 参加一年一度拍卖大会 徐浩终于要回国了 哥 这一天我等到太久了 这个拍卖会我一定要去 放心 不会让我拍后 欢迎各位来宾 一年一度的新生拍卖大会 现在开始 这一年的拍卖大会好热闹啊 啊 四伯爷 他来了 他他身边的女人是谁 难道不是 两年你跟他娶的什么 没太太 嘉倩 你才出院没多久 应该在家多休息的 我没事的 我想陪你参加宴会 而且 二号等会儿也来 你们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谁呢 是宁末 宁末 这是刚刚急发 我才是宝宁末 他身边那女朋友 还是哪个大明星啊 你这么漂亮 这个 刚刚 工然在小 他可能连自己 过分都不好 下一步拍品是一部送在的画作 起拍价一百万 一百万 真没有 两百万 没关系 喜欢你的美食 大哥问你什么事情 两百万一个 两百万两次 要哪个 陆总 这是什么新样的 您走为何尚不是都过此外 四百万 一百万 六百万 七百 怎么删对于后 不删对 从家 恭喜陆总 太太政府送在理家的报纵 您好 这位小姐 陆总交代过 这部画可以给你们谢礼 我陆北平素赖不爱欠人钱 你救了两千 这是应得 不必了 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 中国陆总能潜众的实践 没办法 你也给我明天听见了 我 我 明姐 你不要拒绝 是不是 陆平 你给我放开 咱们不说 陆平 我哥来了 陆平 这一位是谁 怎么给我介绍一下 陆平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下来接 爸 您好 我叫徐浩 刚才听他们叫你凌厉生 你在医院上班 对 我之前救过陆总的妹妹 原来是你救救的我妹妹 方雅琴是徐浩的妹妹 那我跟你们感谢你 来 林医生 干杯 林医生 你喜欢徐浩 我喜欢谁 跟陆总有什么关系吗 陆总该不会是吃醋的 你该不会 是喜欢上我 北条 你跟您的医生这么近 你不怕我妹妹最生气吗 许少 我还有事 我先走 我坐 你 我哥好像挺喜欢那个林医生 他那么漂亮 是不是你们男人都喜欢呀 他的确挺会高音男人 他那种不如留个女人 我真怕哥哥会被他完美感情 说到这个 还真没人能比度过你哥 我当时比较带心林医生 许少 许少 今天那是晚饭你了 林小姐 你相信 你先回去 许少在开什么玩笑啊 我不用开玩笑 我不用开玩笑 走 我 对不起许少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 今天太晚了 我就先回去了 拜拜 我 有个小 陆伟霆 陆伟霆 你是不是在跟踪我 少往自己脸上贴心了 我在这里买一套小公寓 我都不买 天啊 那我岂不是会经常碰到陆伟霆 他竟然也住无了 十号那种男人 不想被他玩死 所以他比不敛 徐少人挺好的 你别误免 我是在提醒 陆总 你这么关心我 我会误以为你喜欢的 我没和你开玩笑 不劳劳很开心了 我自己的事情 我能处理 你怎么了 我们 没有右臂恐惧症 别担心 很快就有人来救我们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跟我逞强 我 徐昂能抱你 我 你就不能像雅芹 像乖乖的 我又不是你的女人 我为什么要像他一样 她也不是我的女人 陆总 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要提醒你一下 方向你的身体性能非常均弱 他要是在乎我女 你不要再让他太平衡了 陆北丁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这不是挺有历史的吗 他是挺生龙活虎的嘛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对不对 该不会 陆北丁故意揉弱我 让我没那么害怕 陆总 这不关你的事 黄晴 你这是骚扰 我和徐好比到底差哪了 因为他不是陆北丁 陈浅 你这个办法太冒险了 徐浩玩女人的手段 花样百出 万一他 哥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可是 我还是担心你 陈浅 我会想办法对付徐氏的 徐氏这些年做事 一直都是百密无疑书 想要抓住他们的把柄太难了 只有我却接近徐浩 爷爷 我一定会为你保证的 嗯 爷医生 这是我从法国口有门来的玫瑰花 你去吧 徐少 不好意思 我对观众过敏 爷医生晚上有空 徐少 现在吃我的工作室 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吃饭 发的 定好位置发的我手机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哥 你生病了 我约您医生吃晚饭 我先走了啊 方小姐出院之后呼吸得不错 以后可以不用吃药了 您医生 你是跟我哥在一起了吗 这是我的私事 要真是跟我哥在一起了 那以后 我们可得叫你嫂子了 嫂子 以后你可别 方小姐还有事吗 没有事的话请出去 外面还有很多万责的排队 我不是 您说二号床的病人出现了严重的手术并发症 马上我去 他先 你先回去 我有点事 发生什么事了 你是个无聊医生 我老婆本来好好的 就是因为听你说动了手术 现在都快要死了 您先冷静一下 我先给他检查一下 你靠近我老婆 让你们冤上来 我已经投诉你 我是家医院的股东 有什么事情可以向我投诉 就是个无聊医生 他还惨我老婆 这位先生 请你不要胡言乱语 在我看来 您太大的症状 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 向医生过去看看 不然的话 你老婆真的出事了 这瓶药不是让病人体育了吗 可是 我老婆之前 一直都是吃这个药的 来不及了 快去准备洗胃 我不会再相信你这个医生了 这药哪里有问题 肯定是你这个医生 你医生有问题 帮我尊重你 你医生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 医生 医生 上医生 陈记者 我有个新闻要报 你怎么排在这儿 我在等你 陆总 刚才的事谢谢你 你还有其他什么事吗 听说 学号才追求你 陆总这么关心我的私事 就不怕放下来吃醋呢 听医生 你不用适合铁起压钱 不是我女婚 果然是渣男 人家都为你留了两个孩子了 你还不承认人家的身份 陆总 我对你的私事不感兴趣 也请你别插手我的事 我是在担心你 你以什么身份来担心我 陆北婷 你谁也不是 啊 啊 你这么快快快快快快快 救人 你能搞无聊医生 鬼庄成新医院 没一定就不要当医生 过儿患者死在你们手上 你好您医生请您解释一下 啊 陆北婷 谁再敢乱说一句 就才我陆北婷做的 陆北婷 就是那个 我作为一个医生 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温馨无愧 别动擦破了点皮 谢谢你 你干嘛 你干嘛 陆北婷你 我刚才帮了你 还不然我尝你点头 陆总 很感谢你刚才帮了我 可是 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自己解决 刚才这件事情已经上了热搜 你得罪的人 有人选择 我得罪的人 好像就只有陆总你了吧 如果是我 我刚才又何必保你呢 那你觉得是谁想害我 我早就提醒过你 让你离徐浩远一点 我怎么觉得 我应该离陆总你远一点 我应该离陆总你远一点 林医生 我看到你上热搜了 你放心 我已经帮你处理了 什么 我是绝对相信你的医术 在网上看到那些人胡言论 就帮你处理了 徐少 你能查到 是谁在网上故意抹黑我的 当然可以 不过 不过 我是个商人 对不起我没有医生 你不会对宁医生也感兴趣吧 在 正在这儿救宁医生 你把我明明弄什么了 宁医生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学生 调查一下 实在网上我和您医生 许上 许上 我有点饿了 许上 您想吃什么 我去买 嗯 随便我吃什么总行 哦 那这呢 是 牛大腳啊 徐少 今天太晚了 要不我还是先回去了 为啥 徐少 徐少 我怎么敢玩着你 只是 我刚离过关 还没准备好 进行下一段恋情 你结过婚吗 所以徐少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配得上你 我徐号想要的女人 就没有得到 结婚婚有女 我还没有成事 但是 今天陆少打我那一拳 真好的 徐少 我想回家休息了 今晚 我就放过了 但是那里面是 我的忍耐可是不幸 你怎么才回来 静静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徐号的家伙 哥 他没对我做什么 那你的衣服 没什么 对了 这是我刚才在徐号那排到的 学书最近要开发的新项目 我们要尽快下注 陆总 你怎么在这 李先生 昨天的事情 我很抱歉 抱歉就不必了 陆总以后溜远 我就说你隔壁 难道你让我搬家了 那当然是最好过 我 我怎么觉得 你怎么 我怎么 不是这么多 为什么 就因为你是陆北平 嗯 把您小姐掛上热搜的是方小姐 北庭你是來看好了嗎 為什麼要先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需要我媽正義的一個 你不記得 我是因為你哥才一直送我 不要跳上我的地上 你該不會是喜歡上您一生了吧 你知道嗎北天他是你 你該不會是喜歡上您一生了吧 你知道嗎北天他是你 你該不會是喜歡上您一生了吧 你知道嗎北天他是你 夠了 無論他是誰你都不應該傷他 不該傷害他 那我呢 你有考慮過我嗎 我跟你說過 我一直把你當妹妹 妹妹 我才不要當你的妹妹 把他帶給你 哎 陸北天 就算你不愛我妹妹了 你也不能傷害他 你現在是不是不把我徐師傅的眼睛 他在網上抹黑您一生 雅芊 你什麼時候變這個樣子 那是因為你的眼淚從來都沒有我 雅芊 是你在網上抹黑您一生的 哥 你也被林前的女人迷的心跳是不是 林前 怎麼這個名字 有些熟悉 雅芊 我挺喜歡您一生的 別誤到 以後不准抹黑他 你把他瘋了是不是 那女兒有什麼好的 傅阿姊 你記住 我只給你這一次結婚 如果以後你帶給我 傷害你沒事 我親自給你 林前 林醫生 給我查一下林前這個名字 陸總 您的前妻 我一直都在調查 什麼 我前妻 哎 農先生您好 這是學校送給您的手勢 你這回啥 學校說了 一定要親自送到您的手勢 我都說了 你退回去 請收一下 喂 林醫生 手勢還喜歡嗎 這禮物太貴重了 我不能收 今天的事都知道了 是我妹妹故意在網上誤會 這是我提愛情侶向你道歉的禮物 一件禮物 就能彌補她犯的錯嗎 算了 這件事你幫我解決了 我們就當扯平了 那就謝謝去找了 好的 我幫你解決一下 我幫你解決一下 林前 她真是會勾給男人 那你胡說什麼 難道我說錯了 好 如果你不是跟徐浩睡了 她能送你這麼貴重的東西 我跟誰睡 都跟你沒有關係 你是 你是我老婆 我們早就離婚了 如果不是你還是我 我不知道你是明顯的吧 我不跟你離婚了 陸北婷 你該不會喜歡上我了 我怎麼可能喜歡上你這種女人 我這種女人 我哪種 不喜歡 你敢親我 承認吧 你就是喜歡 要不 我再打進去 對 你沒幹嘛 不幹嘛 你 喂你好 我有一款項鍊 要拍拍 對 全款贊助到你們慈善街頭 你 關於寧淺 她真的只是一個 一直生活在棉花村的鄉下女人嗎 你胡說什麼 錢錢雖然是為我兒孫出身的 但她可是國外頂級大學 雙學位的高層師 還是承襲醫院最年輕的主人醫生 你怎麼會覺得她是個鄉下女人 你的丑小子結婚那麼久 都不會來看看錢錢 現在是不是見到她 後悔離婚了 我不後悔 你們在幹嘛 送你上班 我給你買了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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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 你都想了这么久 总该有点不是吧 你也是吧 你这也太清楚 学生公司出现了 什么 我现在回来 小姐啊 徐氏的项目 竟然几个都给我签评 回家啊 终于扣你主要 还是暴力了 徐浩才刚刚接受徐氏 就出了这么样的 他总裁的位置 你要调理前进 你自己还是小学院啊 对了哥 这是我找人调唱话 你听到 方雅晴 陆北亭身边那个女人 北亭 你看这儿多了吗 我以前那些事 不知道怎么被人爆出来了 我会帮你处理 不 这件事一定是个阴谋 你知道是谁干的 整个娱乐圈都知道 我的背后是路实 没有人敢爆料 除了宁浅那个贱 他为什么这么做 肯定是爆裤 我上次在网上抹黑他 你一定要帮我 甘心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年轻是我的前期 我怎么可能知道 你上次污蔑年轻 那 就是有此话 是不是 不是的北亭 我是这样的 甘心 对你回事 你帮我 上次 都不是你把我留在酒吧 我也不会被那几个导演强奸 还不能给 你记住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蒋蒋 陆北亭真的出手了 热桌台上了半天 就被人撤架了 我就知道他会出手 不过 芬艾琴这清纯运运的形象 也被毁伤了 我已经找圈里人 扶杀了 不过 陆北亭怎么会喜欢 如此浪费 谁知道他呢 才不懂 哎 对了 医院最近都在撤 不仅有序号 陆北亭 最近也在追求你 他不会真的在追求你吧 哥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陆总 虽然方小姐的丑位已经撤下来了 但是 陆氏给她投资了好几部局 没有合作风 再愿意跟她合作了 什么意思 方小姐被封杀了 是谁敢和陆氏合作呀 是 宁氏 难道 又和宁谦一块 看来您家的势力 不小 怎么 心在想胖吗 完了 我对你们您家不感兴趣的 我找您先有事 如果是因为方小姐的事 我们没什么好谈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眼 为了你的眼睛 你什么都愿意做 那我要是就不愿意放过他 你非要跟我作对 如果不是你 方雅琪能抹黑浅浅 我们宁家 我们宁家素材都是有车暴车 气人 绝对不恢复 包括陆 听 林姐 你恨吗 恨你 你恨吗 陆总 好狗不倒到 让一让 如果因为之前的事情伤害雅琪 我会让她向你道歉 方小姐会愿意吗 我会劝她 好啊 那我们就看看方小姐道歉的权益 你让我给您请道歉 我姐 我做不到 你现在被传我封杀 是您是罪 您是 宁浅 他怎么会有这个能耐 是啊 宁浅怎么会有这个能耐 可偏偏 这个女人不断刷新我的底线 北婷 难道 不是才对付不了她 上次的事情 一定是你做错 你先点照片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又会帮她 好 我听你的 但是 你对宁浅是不是也太在意了 你别忘了 你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在这 难道你想跟她复婚 或许 也就不 可是 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不相信爱情 你也不相信婚姻的 是啊 以前的确是不相信这些 但自从遇见的影响 一切一切的 可是脱离过的掌控 贝婷 我知道您前很漂亮很勾人 但你对她 说不定只是一时兴趣 等这阵好感过去 你就不会再迷恋她了 您 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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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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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姐可真有面子啊 能让北婷跟你讨个东西啊 白琴 别论 我说错了吗 虽然一直把我当妹子 但是你也没有这么护过我 妹妹 难道他们不是情侣关系吗 雅琴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独一样的 真是可怕的恋妹情景 嗯 嗯 别别别 林浅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 都离婚了还跟前夫九成在一块 不要脸 你是在说陆北婷吗 他每天都来缠着你 方小姐 你可要好好管我 不管他我真的不想见到他 不想见到他 不想见到谁 北婷 路总 道歉我听完了 没有事你先走了 去哪 我会想钱是路总 不用 不就过去 路总 什么意思 都聊完了吗 没有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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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婷 林浅 应该是跟我哥在一起了 是吗 我妹妹从小就为我们家人 也只有路北婷 能让他低头跟你抱歉 他和路北婷 应该在一起挺久 他俩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不过一两家的关系 到最后路北婷 还是会娶我妹妹 哦 对了 下周路老爷寿宴 你给我去做我的女伴吧 我 文太夫是吧 你现在是我的追求对象 我也不能带其他女人去 做我的女伴 好 我答应你 下周我的寿宴 你安排的怎么样 别放心 寿宴已经安排妥当了 宾客邀请 礼物也安排 宾客有没有邀请前前 爹爹 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又 我告诉你 前前永远是我们路家的媳妇 那天如果见不到前前 你也别来了 爹 试一试 试一试 可 竟敢拉黑我 推动 我这么厉害 大家 孺谦 园子 我有事找你 我有一场紧急的手术 你当 Я就是在耽误病院 我等你 黄医院医生 如果没有腹势吧 我只是不想见到他 那可是入北亭啊 整个汽车大面丁的路是继承人 费气又强 您医生为什么不喜欢他 嗯因为他渣 先生你是哪位患者的家属 我在等您医生 他什么时候做完手术啊 您医生 他今天没有手术啊 你不知道他已经下班了吗 您 居然敢骗我 陆平平你烦门呢 别瞧啊 为什么拉开 为什么骗我你在做手术 你是不是到我在医院等你不过去 那你又知不知道 这两年我一个人家公公馆 要等你多少个日子 你 每天 下周就是陆老爷子的生日 你们一起去带些个礼物 好 每天去接你 姜姜 你搬过来跟我住 陆北亭住到你对面 我实在不放弃 我才不搬 要搬也是陆北亭搬 那我搬过来保护你 哥 别闹啊 我一不是小孩子了 这里离您是挺远的 上面也不方便 那你有事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啊 对了 陆老爷子的寿宴 你说 陆爷喜欢刺激 明天我们去博物市场看的 陆老爷子的寿宴 这股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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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明天我们去博物市场看的 这股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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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花瓶怎么 这股花瓶 这股花瓶 这股花瓶怎么 这股花瓶 这股花瓶怎么 这股花瓶怎么 凭什么让给你 凭什么让给你 过几天就是爷爷的生日 爷爷最喜欢亲话 我可以用其他昂贵东西和你管 既然陆总督开口了 那我就给你个面子 不过 我等你送我更昂贵的礼 晓晓 你怎么花瓶让他们了 那个花瓶 陆爷家里有个一模一样的 什么 所以刚才垫的那个花瓶是假的 邦雅琴那个无脑的 既然他什么都要跟我抢 那就让他去抢吧 这是下周出席陆老爷子寿宴的礼服 你回去甚至尺寸 有什么不对 打电话给我 我自己有礼服 陆总破费了 为了你这点钱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我要你是我的最漂亮 那天是陆老爷子的寿宴 不是我的 我才不在乎那个陆老头 我只在乎你 这是我给陆老爷子挑的礼物 到时候你送过去 你怎么知道陆老头 我喜欢紫棋 是吗 我随便挑的 想着老人家应该都喜欢这些吗 我看上的女人 果然聪明 你小姐 我都做到咱们所说 你先走 我 我 你 ball 我 明姐 我都看到 你为什么不看学校的学校 行旅之间互看手机不是很正常 那个难道没谈过恋爱吗 林浅 你跟我讲实话 你想做什么 林浅 你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我想帮你 不 不 不 你用一声 我劝你离路北挺远一点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最好是这样 他以后是我的妹夫 而你是我的女 记住了 你先看 谢谢 你告诉我 你不是一个喜欢学校 对不对 我喜欢谁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想搞垮学士 我可以帮你 为什么 你不想见 我喜欢你 那你知不知道 我非得不喜欢你 还能讨厌你 知道了 我都知道 我没法困住我自己 我没法跟你和徐浩在一起 陆北挺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喜欢徐浩 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跟谁在一起 你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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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但我要的是她做你的女伴 她是徐浩的女伴 连徐浩的竞争不过 真是丢进我们陆家的脸 爷爷您放心 宁钱一定会是您有损犯 陆总 最近徐氏的危机 明确是因为宁市人夺走了不少项目当车 派人保护宁钱 一旦有什么事 马上通知我 是陆总 你今天很漂亮 但带暴露 适合你 适不适合我自己说 用一手 您忘记我跟你说的话 他和我只是住在同一栋楼里 徐浩 你这处睡得也太莫名其妙了 你最好 该那么严实干什么 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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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宴会结束后 放我家里去 山下 最后一步了 徐氏背后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才能 好呀徐氏 那就看你今晚表现了 那就看你今晚表现了 这什么意思 爷爷 这是雅琴送您的礼物 有什么事 你真的啊 爷爷 前前的 我等你很久了 到底是谁忍您在发脾气 大老远说今天您能发布我 要不我去跟您坐一会吧 幸好有你陪着 要指望我那个臭孙子 我不知道少活多少年 爷爷 您就算不喜欢我的礼物 爷爷不能脏了他呀 一个厌品也敢送到我面前 厌品 怎么可能 爷爷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您不要怪我 你们两个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我有钱钱赔的就行 陆老爷子 钱钱 今天晚上 大宝宝 爷爷 您别生气了 这是我跟许少给您准备的礼物 这个花瓶啊 我找了好几年 还是见见你厉害 爷爷您喜欢就好 伟廷啊 你钱 之前肯定是故意骗我买下那个假花瓶 就是为了让我出城 许号 钱钱可不像你身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 你呀 得不上 陆老爷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跟您讲 真心的 我还不了解你 你也是我看着 长大了 整天吊儿郎当 没个正经 我就要跟您讲在一起 我们俩的事 你就别多 你 徐浩 我看你这小兵 我赶出去吗 正好 立位送到 立位送 钱钱 你要想 你多 陈先生 北张这些人没有欺负你吧 你放心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告诉爷爷 我要替你收拾他 爷爷 我和陆总不熟 他更不可能欺负我 这话说了 不管怎么样 之前 你们不是夫妻吗 只是之前北庭心高气傲 不懂得珍惜你 你看他现在 后悔了 陆北庭这种人 也会后悔 爷爷 我和他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知道您不想让婚太灵魂 只是现在事实已定 就算离了婚 我不是还一样把你当爷爷吗 这么婚一样呢 千千 都不再是我的孙媳妇了 我只是希望你幸福 希望你能再给北庭一次机会 人马 总会犯错的 只是犯错了就改了 这就好 爷爷 您说的是 所以啊 你能再给北庭一次机会吗 爷爷 这些事就安心顺其自然吧 您先好好休息 我还有事先走 你刚才都听到了 那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活动 我 不要这么害羞 你也没你能够聊许昊 你在他眼里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你要搞垮许事 不用把自己送给许昊 他玩弄女人的花招 非常重 陆总玩弄女人的花招 也不需要你的帮助 让方小姐都留成两次 就是那个女人 想办法让她把这杯酒喝了 今晚 她就是你的 您医生的大名 我可是酒养 有些关于医学方面的问题 是否能跟你探讨一下 郭阿姨 我今天要离开了 要不我 我喝一杯也行 你别 你能见人 方小姐还说你喝我骗 原来是个孔老虎 说谁 我没说谁 这是哪 就是方小姐 还喝我这杯酒 她下药 方小姐 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吗 我在等北庭 方小姐有没有觉得这个杯子很眼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真不知道吗 那我就只能去问问问北庭 反正你也没喝了这杯酒 那要是我真喝下去了 方小姐 你的手段真是一次比一次卑鄙 谁让你把陆北庭抢走了 两年前要不是你 我早就嫁给陆北庭了 她要是真的想娶你 自然有办法会拒绝我 可她最后还是娶了我 北庭才不是这样的 承认吧 她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 连为了你和陆老爷们闹翻都不 不然 我这个前陆太太又怎么会存在呢 是啊 要不是哥哥救了北庭 天下都一眼都不会看我 更别说喜欢我了 但就算是这样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陆北庭的 更何况 她现在终于离婚了 就算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跟北庭从小就认识 她许诺过我 会对我负责的 更何况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 你 是不是应该跟她保持点距离啊 你放心 我巴不得离她远任了 你要是能让她别来骚扰我 我倒是还要谢谢你 大金 出什么事了 陆总 麻烦请你一幕管好自己的女人 要是再让我发现她的小动作 我一定会把她送去见 大金 你又对你以前做了什么 我又没做什么 你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了 想让我相信你 那你就给我安分 你以前要针对你 我不会再跑 我不会再跑 怎么那么久 许少 你放心 我的心是属于你的 好 那就这么一个 你们见 要 许少 要不 你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我不喜欢你沉浓就好了 好 老妹的 好 喂哥 找到了睡觉定才能安 你快离开我马上去好 怎么不看路啊 还不是你挡到我了 许昊没对你做什么吧 如果我说有的话 你会吃醋吗 如果你再不下来 我不要上去找你吧 他还没来你去对我做什么 我就 你这样敢耍我 许少 我好像没有答应过你的追求吧 那你也没有拒绝我 许昊 许昊 许显现在虽然是我的前妻 但她终有一天 还会成为我的妻子 什么 你之前结婚的女的 是许显 对 之前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她 那她跑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会耗热 我再也不会耗热 许多 许多 那天再短许不扯测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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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你管得着吗 怎么就管不着 陆北平 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 我是在保护她 她不需要你 你 你们别吵了 哥 我这儿 你开吧 陈浅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她的女人吧 怎么可能 虽然我不想承认 但是 鲁北平确实很优秀 只比你哥我 迅速能力 所以 喜欢上她 也是我个人 哥 就算陆北平再优秀 她也只是我的前夫了 所以 我打算搬家 她要去她都去搬 没有了 其他的工人都搬走了 林浅 你要搬去哪 搬去没有你的地方 你不用搬 既然你不想见我 我搬走了 难得陆总这次有辞职 我都说是好了 就不用陆总谈判我 佩婷 不好了 居士出大事了 你一定要救救徐士 徐家不是一直都有财团支援吗 让开 雷霆财团 雷霆财团突然撤资了 徐士本来就黄了这么多项目 现在又失去了这个 再这样下去 撑不了太久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帮我上身房 不会的北平 陆氏这么有钱 可以给徐士投资一点呀 陆氏虽然财大气粗 但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徐士没有任何的投资架势 他不过去空盒子吧 所以你要见死不救是不是 从哥哥去世之后 徐家就收养了我 徐士出世 你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投资需要股东大会决定 任何够养金 我不欠徐家 只欠你哥 可是 要是徐家垮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就不会要我了 其实 有一个办法 不用投资 你跟我结婚 这样投资团 看到你的面子上 他们就会帮徐士的 不可能 姐姐 陆北婷 这就是你说的要追求我 要不我复婚 不是刚刚弹药 你听我解释姐姐 陆北婷 我不想再看见你 以后不要再来缠着我 好 小姐 你不是上去拍东西 不难 怎么 遇到 陆北婷了 你这样 真的很担心啊 没事 等我把学家收拾了 给爷爷报充的时候 我想出费 好 公司这次被宁市 抢走了很多项目 你竟还在一间的婚人 有个事 该不会 这跟宁谈有关系 宁市的总裁宁木就是宁谈的哥哥 哥 你见人就是故意接近你的 就是为了搞垮我们 你确定 你不说他把你甩了盘盘转吗 而且 他一边勾引北婷一边勾引你 就是有所不谋的 然后 你又跟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 就连累到公司 爸 放心 这件事 你不就不能这么多 你好你嫩 你接近我 甚至为了击垮许氏 难道不是徐少渝在接近我 怎么涮涮涨不掉了 那是我看上你了 这是后来我发现 我就是眼瞎 被一個女人摘尋 我不知道再說什麼 只有經歷 你最好保護 哼 我徐浩天不怕地不怕 今天就是在這 幹死 也沒人能保護 保護 說 你接近徐師出的問題 是不是你在背後的貪困 我只是一個醫生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說 快追 我 天哪 我追 對 師傅 麻煩你開車 陸北亭 你怎麼會在這 陸北亭 你怎麼會在這裡 這是我的車 開車 別動 我包了你 讓我包一包 我又沒有讓你幫我 徐浩發現你的動作了 凝視之間 請了巡視那麼多的項目 雷霆財壇 忽然停止了對徐師的投資 他發現你 是遲早的事 我早也放 你有防備 那你怎麼會被堵在箱子裡 你跟蹤我 我是保護你 忽然的話 你就要出事了 陸北亭 你要保護人是發眼睛 而不是我 需要我身體力行的證明 我不一想早就 只有你嗎 這是徐浩弄的 你先放開我 我不會讓徐浩再有機會傷害你 陸北亭 我們真的已經離婚了 我知道你介意放氧氣 但是我一直是把他當妹妹看 當做妹妹的話 會和他親密嗎 你那天看到的是誤會 徐氏出事了 他心情不好 那是不是以後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都會這樣安慰他 你答應和我復婚 我會和他保持距離 陸北亭 算我求你了 能不能不要再纏著我了 你就真的不肯再給我一次警察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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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把訊號扎來 你 好 你也趕得到您前 好 我怕到冰封上上 不屁 这个贱女人把徐氏都搞垮了 徐氏本来就经营不善了 你回国后除了吃好玩的 有管你过徐氏的 放屁 就算我不管 徐氏一直在赚钱 现在一直被宁氏针对着 那也是你没本事 给我离宁清远一点 他是我的 陆北亭 是我先看上的娘亲 他虽然是你的前妻 但你还是留不住他呀 闭嘴 我是不安分 这是警局待着 对呀你不是刚去医院上吗 可能这么快就回家了 出了点事 我被学校袭击了 什么 那你没事吧 怎么倒出来的 是罗北亭救了你啊 对呀 你怎么看 你不会是喜欢我北亭了吧 他只是我的前夫 江江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提醒你 哥 我没有想过要跟路北亭副 我现在只想搞 小姐 我要是想說跟了我 許氏也沒見過 陳秀 你只要說話說話鬧 許氏的項目就靠你 少親 只要你報告跟了我 我不給讓許氏 賤女人 啊 你怎麼這麼活進來讓開 連陸北亭都留不住 是不是他在影中了什麼 看被老的手 哥 你也太不小心了 你就搔到鼻子捆透是嗎 你可怕 林醫生我們單獨聊聊吧 我沒什麼好的你聊的 我知道林醫師打擊許氏 是為了您好嚴肚年前的一場事 說吧你都知道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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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家和您家向來無怨無處 唯獨五年前 林老爺都發生了錯事了 而當時 我哥正好也發生了一場意外 我就猜想 你針對徐家 會不會跟這件事情不關心 你知道還真不少 沒想到還真是這樣的 哥哥也是 撞誰不好 偏偏撞了您我爺子 其實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 你也沒必要再幫他 沒必要 那只是一條活生生的人命 你爺身體一直很好 如果不是因為出了事 他一定能成功 那只是一場意外 那不是意外 那天徐浩喝了酒 冯雅萍回去告訴徐浩 如果不想徐是活在他手裡 就去警局自主 你 你 您遣在哪 您遣在咖啡廳 您走 您小姐失蹤了 您快點 您快點 快點 你不想 您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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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請稍 我会让你很受的 这 这不是说轮回了 为什么发现 你真把我的警告 当我狂风啊 你这么一条 我跟您前的圣坛会 你不发现 第四台 总算让死了 我们不是第一次就 把他给我送到警局 你打 我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 大人 你怎么样 我带你去医院 天哪 天哪 你真的 人家 陳醫生 大便該打了 陸總 這種情況 你不就是最好的檢料呢 你還叫我幹嘛 別打一架 可能吃過去 陸總 那沒什麼事 我就先走了 北婷怎麼回事 你怎麼把哥哥做到警局了 如果你是來替他求情的 那就過了 大姐 你知不知道徐浩明見寧前這件事情 我當然不知道 你說我哥 明見寧淺 我會讓他在我里面蹲一輩子 你好 您過來 寧淺 寧淺 不清楚 是我 你怎麼做警察 我一直陪著你 淺淺 幫我預約拼命一下 陸總 病人受到了非常嚴重的拼命傷 他現在的狀態非常脆弱 我照顧好他的 我照顧好他的 像這種情況 我今天你帶著他出去轉轉 不過切記 不要過分親密 我照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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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瓶藥讓他每天按時服用 對他的狀態會有很大幫助 淺淺 我們回去了 淺淺 你去哪裡了 他在醫院 陸北亭 怎麼是你 淺淺發生了點事情 但你放心 我會照顧好他的 告訴我他在哪裡 我會接待回家 無可封告 淺 淺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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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走路的 你走路不看路 我跟你說話 你聽到沒有 你說誰當的 我 啊 痛痛痛痛痛 痛 我等 我等著 陸北亭 你救了我 我很感謝 但以後我的事情 你不要再幫我 念淺 我對你的心思 你還感受不到嗎 你對方眼星也這麼好吧 他不一樣 他不一樣 我欠了他各個一條命 難道 陸北亭真的 不喜歡方眼星 我確認這兩年來 的確是我做錯了 對不起 難得堂堂總裁 還能低伸下去的道歉 我只是不想你一直誤會我 你真的喜歡我嗎 陸北亭 陸北亭 是不是有病啊 喜歡你就是有病啊 別人喜歡我不是 你肯定是 嗯 離婚後說自己喜歡前妻 不是有病是什麼 李天 其實我也是我在想 這兩年裡 如果我能去見你 或許你就不會有 陸北亭 開始 小姐 我終於抓到了 哥 不好的 我想不想了 寧慕 這個是醫生給今天看的藥 小姐究竟發生了什麼 哥 殺了許晃 天天 對不起 是哥沒有訪問的 但是陸比登啊 當時都回家趕來 救人 剛才 我手機不送了 我猜到了 你從來不會主動打電話給我 你還真的來了 我擔心你 你沒事 吃藥了嗎 我就知道你不能忘記 你要吃 你就不會失眠 吃飯沒有忘記 怎麼我吃到就接正心了 快吃吧 慢點吃 又沒有人跟講 你做的面 很好吃 以後有事情 第一時間給我打電話 知道嗎 看你表現 北婷啊 我哥已經知道錯了 你能不能讓人把他放出來 我警告過他的 是他一兒在被寧淺下手 你就算這麼幫寧淺 寧淺也不會跟你復婚的 這是我的事 你真的要跟徐家作對嗎 這件事爸爸已經很生氣了 我們兩家關係那麼好 現在 你去選一個寧淺 夠了 想讓我放過你哥 不可能 陸衛天 誰讓你放了我哥 這以後 這叫我哥的命 你在幹什麼啊 心不在焉呢 我沒事哥 你怎麼看見心給你啊 許許厚 你放出來 怎麼 你跟說他會被關於這兒嗎 蘿北條 吃他嗎 我還查到啊 許厚馬上就要離開城市 不行 我們不能放他走 我 你 你 謝謝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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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來追回來 你 你相信我 正在自我了 我也不怕他好過的 爹爹我把你追回來了 你 你 你這魂子 居然我需要放走了 趴 сл fijali 拿完了嗎 ук 拿來了那她 你兩夫醉眼不同河 李宁是现在 计划虚实 除非 除非我们和陆氏 陆氏 和北婷 现在成立最大的集团 就是陆氏集团 就连秦氏都屈居第二 所以我们和陆氏 是最合的群 不过我并不想要 为了报仇 我去找陆北婷谈谈 哎 姐姐 我的幸好其他办法 哥 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 陆北婷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陆北婷 你 你怎么了陆北婷 你怎么了陆北婷 陆北婷 陆北婷 傻不傻 怎么喝那么多 陆北婷 你别说话了 陆北婷 你还是心疼我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死在我家门口吧 我不信 你就是心疼我 陆北婷 你别以为你这样我就能原谅了 我想知道你哥为什么说徐浩害死了你这亲的人 陆北婷 陆北婷 徐浩九家 撞住了一个年 什么 你不相信 当然不是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针对学士的原因 当年徐浩出世 是学老爷不单位 只有打击学士 才能报复整个学生 陆陆 我可以帮你重新调查那些社会 就算再查些准备的问题 你还不是会站在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你觉得我还不信心 和陆北婷说好了吗 我说不出口哥 我讨厌他 那我们就不和他合作了 我再想 徐浩呢 他抓到了吗 徐浩没有怎么 所以 所以他还在洗手 我跟人回车 说什么 徐浩没有登机 他失踪了 是的 不错 我已经安排人在逃 两其他事 徐氏最近跟秦氏合作了 宁氏最近也挺平静 但我听说 宁氏现在在寻找合作房 原习宁木 陆氏可以跟他合作 是的 不错 不知道陆总 大嫁光年 有何贵干啊 你想找人对付徐氏 我可以帮你 我怎么记着 你的未婚妻是徐氏大小姐 你能帮我吗 就是自己的 我和发雅琴没有任何关系 你说你又没有任何关系 可外面的 宁木 除了我 没有人帮你击垮许臣 陆总 五年前 许浩那场车祸 我已经调查清楚 您老爷子头骨暴裂 当场去世 许浩怎么跑通 是他父亲花了钱 这总是会按照医外来处理的 许浩还没消息 他没有 北婷 许浩是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我们也在找他 来先生 你没有想法 你就算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骗你啊 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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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出国了吧 你怎么还在这 我被强了 现在你自己要留下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五年前 尝试 被撞死了人 都去自首 你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你要是不去自首 我就直接把证据交 证据 证据早都被我爹销毁了 少不懂了 那你等着 咱俩人是这么多事 你必要跑 跑 跑 撞死了人 喝多了 没意思 办法了就是办法 必须要人家 非婷 我说他知道错了 你该抓走他 怎么说 非婷 今天啊 罗北婷来找我 说要和我联手 一起对付许家 怎么会 我也在大会儿这个事 千强 这事你怎么看 如果他真的愿意合作 那最好不过 哥 这件事 你让我去跟他谈吧 你好 是找北婷吗 方雅琴怎么会在 陆北婷身边 他们住一起吧 嗯 让他接下电话 北婷不太方便 你有什么事 我帮你转达 不需要了 你好 快醒醒好不好 北婷你醒了 这里是医院 你在我家晕倒了 发生了什么事 你 你不记得吗 你又是谁 贝婷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我是方雅晴 我 我是你的未婚妻 未婚妻 是啊 我们从小就认识 我的亲生哥哥 是为了救你才去世的 后来 你就一直很照顾我 徐家收养我之后 你就跟他们订了婚约 我们今年就会结婚的 我一定想到没有 没关系 你现在才醒来 以前的事 我们不着急想 也反正会陪着你的 我手机呢 你的手机坏了 送去修理了 我要回家 好 我现在立刻给你安排出院 方 方小姐 你是谁 少爷 你不记得我了 北庭脑子受了撞击 失忆了 什么 这里 是我家 是的 这是你的婚房 婚房 我和雅晴的婚房 是 是 方小姐 你要搬进来 北庭现在还在养伤 我当然要搬过来照顾她 北庭 我们生活吗 陆小姐 你最近不是打算和少爷复婚吗 五叔 我没有跟陆北庭复婚的打算 可是 你们之前 五叔 还不过来帮我收拾东西 五叔 以后关于陆北庭的任何事情 都不需要告诉我 是谁让我的好人没生气了 没什么事 关于陆北庭 我听说陆北庭受伤了 什么 他又出什么事了 还出什么事 我一提到他 你整个人都慌张了 陆北庭乔安天过来找我 说可以帮助我 这是徐家 我打电话呢 他没人接 和助理告诉 他受伤了 他哪里是受伤了 他明明是在温柔乡里 什么 你说他和范海琴在一起 这个文章 他居然耍我们 还说什么帮助 对付徐家 哥 我们别看路北庭了 这是我找人查到了情怀的资料 他在国外已经结婚 他老婆是其他人千金 我让他老婆知道 他不怕已经够在飞机 好 我这个去吧 我看你晚上吃着热机 我看你晚上吃着热机 谢谢 还有事吗 北平 以前都是我们一起睡的 对不起 我暂时还不习惯 先分开睡吧 看什么看 别打扰北平凶死 方小姐 你又何必骗上人 他始终会恢复记忆 不会的 还是不会恢复记忆 老爷 少爷子 失去记忆了 方小姐搬进了陆公关 老爷子 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 我不来都不知道 你霸占了北平和浅浅的婚房 您别乱说 我早就离婚了 要不是你 他们两个好好的 看我今天不教训你这个小三 那真 没事吧 没病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伤害雅琴女人 我真的不欢迎 你这个臭小子 你连你爷爷都不记得了吗 我看你真是被这个女人蒙了眼睛 爷爷爷 爷爷 雅琴是我的未婚妻 请不要这样做的 她还不是 卫天 你是不是很疼 我请你上去休息吧 爷爷 我累了 先上去了 老爷 你去下单当面宣伤了 少年喝 我俩挺不惊事的 哎 天啊 那个天后半瓶结婚了 啊 我的男神就这样 严重 你们在说什么 林医生 你没看新闻吗 林医生 你和陆总很熟是不是 我们和陆总很熟是不是 之前她经常离人专 믿 之前是真的吗 我跟她一点都不熟 哎 陆北平 你这个混蛋 你为什么总是没有 我长得很好 啊 啊 你喝了几杯舞就喝醉了 你怎么长得这么像鲁北亭啊 鲁北亭 我真的真的好讨厌你家 明明我们总已经离婚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展览你 丁强 因为 我喜欢你 陆总 你这样会暴露的 我们能努力就会功亏一篑 你听我打电话 好 鲁北亭 你还有点来找钱去 抱歉 我失忆了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 失忆啊 照不好的 晨晨 晨晨 你那嘴 那嘴怎么肿啊 我老 你怎么回事 鲁北亭叫我来的 他好像失忆了 失忆 他又在玩上去把鲁 路亭 晨晨啊 你好久都没来看过了 爷爷 我最近身体不大好 你能来陪陪我 好不好 爷爷 可是我最近 真的太忙了 唉 我这老头啊 一把年纪了 孙子不来看我就算 你也对我这么恨心吗 陈晨 爷爷 您快别等我说 我最近充一兆时间去看你 我就知道 还是你这孩子 对我最好了 嘿嘿 你要去陆家 我爷爷一直对我都很好 我也的确太长时间没去看过了 那 那 鲁北亭也在 你 您了解 你该不会也是来吃饭的 是爷爷叫我来的 他是 是 看来陆总是真的失忆了 不过也没关系 你我怎么来就认识 卫婷 她就是一个 那是暗恋你的女人 我真是 陈晨 你可算来了 哈哈哈哈 别再把政府里就带了 我不想看到她 爷爷 养晴是关心你的身体 我看到她没有多短几年 还关心 好了爷爷不说了 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当然是你爱吃的炖鸡咯 爷爷 我跟北天难得回来看你 怎么只顾着一个外人 外人 前前才不是外人 她是我认定的孙媳妇 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 都别想接陆家的门 再见 走 贝婷 你要是爷爷一直不同意 我们在一起的地方 没事 不是吧 贝婷 你刚刚痊愈 要多吃鸡菜 嗯 这个鸡腿肉也很好吃 你再尝尝 这个带鱼炸的也不错 爹爹 我想那些跟他们同事 爹爹 你好好陪陪啊 别下了命令 让我陪着你 你问问鸡还在这儿啊 我不想让你生气 我们就出去走一走 走个样子去 那方小姐也一起吗 不然我们两个三个都在一起 不然又 两天很大的舞 她不会舞 北亭说得对 我很相信她 你们去吧 陆北亭 你究竟想怎么样 你都已经要结婚了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你没有事业 你幼不幼稚 天姐 我后发一天结婚 你很生气 对不对 我没有生气 你要跟人结婚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再吃一次 我没有 再吃一次 我没有 再吃一次 我先走了 这 怎么 方小姐是怕 陆北平对我会藏起来 北平是我的未婚夫 我是来提醒你 不要电击不属于你 未婚夫 你这么确定 陆北平就一定会娶你 我怎么觉得 没你自己的名字 您小姐是爷爷的客人 你想让爷爷可讨厌你 但是 刚才是他先出言不讯的 不管怎么样 都应该是我们的 那您这就道歉 您小姐 刚才是我说错话的 您大人有大量 不必生我的气 相信您小姐这么大度的人 应该不讯 你错了 我从来就活着 只是为了他这样想的 不是什么 北平你别生气 明天那个女人最会勾引来 我就是担心他把你抢走 他也是生气的 就算他把我抢走 就懂你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把我骗个平衡的 难道 你一直装失忆 就是为了让宁浅吃醋 他不算太熟了 所以你就一直利用我 是不是陆北平 你一直喜欢你这么多年 我究竟哪里比不上宁浅 那个女人 以前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 现在你走了错路 如果你连这件事 就暂时都没 我又何必不灭 你最近做了什么 这几天你的心思都在我身上 已经忘了你哥了 我哥 你把我哥怎么样了 他已经在警局好几天了 五年前那场车会动 还不必有得到职财 我亲哥从小就去世了 我已经把安浩当成了我的亲哥哥 陆北婷 你怎么这么坦然 你害死了我一个哥哥 现在还要把我另外一个哥哥送进监狱 爷爷 您不是休息了吗 我要是休息了 就看不着好气喽 你找得好心机了 不过 但你这么在乎欠欠 我也挺放心 但是呢 你这次 说是和黄亚行的 就不 天天肯定会生气的哦 这一整个 您且只是偶尔看老机 我倒是什么太生气 您觉得 他生气了吗 当然 我这和眼睛 你就什么都看得出来哦 行了 这事我自己搞定 你能什么 可别让我碎媳妇 又跑路了哦 您藏点生气 看吧 我说你去路老爷子呢 我碰到我这里去 哥 你真是乌鸦嘴 他真的失忆了 没有 他装的 那他 哎呀 我不想再聊 那我们一聊聊徐浩吧 徐浩被警察抓起来 卢北婷提供了他五年前 酒驾出车 我们都查不到证据 他能查到 这也是我意外的地方 不过 他这次明显有个地方 他有那么好心 我其实也不喜欢 不过 这次看他应该是真心的 哥 他跟方眼前都要结婚了 什么 他亲口告诉你了 但是网上那些铺垫概念的报道 总不能是假的吧 而且 他今晚带发眼睛回老家吃饭了 江江 你这么生气 真的对卢北婷动心了 看看这个 秦氏已经向徐浩撤资了 太好了 还是我妹妹聪明 秦太太知道秦怀出了谎 还给了徐浩弄一个 就立马以股东的身份 宣布撤资 现在徐浩是彻底的 已经成一个空格了 对吧 明天就宣布破产 哥 既然徐浩已经入浴 徐家也马上破产了 我的心愿也完成了 我想出国 从事我热爱的珠宝使用 哥哥你让我支持 你 你医生去哪了 你医生刚刚离职了 离职 嗯 赵总 还是 还是没有宁小姐的消息 被 赵总 但我发现了一个线索 说 徐氏破产 徐浩就坐了牢 方雅琴现在也在追查明浅 我跟踪他们的人 发现他们去了东城 东城 难道您且离开了汽车 很有可能 我已经安排人仔细去查了 陆总 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老海 这会儿要不在场 陆总 是是陆总 我现在马上就去吧 等等 帮我给你去东城的接票 是的陆总 喂 哥 怎么样 那边工作还适应吗 我一切都安好 那就放心吧 我倒是放心不下 方雅琴最近在调查你的行踪 我打算过 他还管是通了杀手 我已经赶您换性了 现在没有人知道我是哪 还是多拍点保证保护 晓晓 你是我唯一的请 哥 请知道吗 请进 听不见 这里给我文件 需要请 好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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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雅琴那边现在什么动静 他的人目前到了生汉集团 会不会 殷小姐就在那里上班 啊 我去 陆总 殷小姐在那 跟上去 这 你 你 林总 你别怪我 我家里人被威胁了 不是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都是犯法的 但是我家里人会没命的 林总 姐 你忍一忍 快 我去 让我 快快点 哎 哎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后果 我现在已经豁出去了 我已经家破人亡了 北京也不要我了 我这么狼狈 这个贱女人你也别想好过 林浅 你这张脸蛋 长得可真是漂亮 就是靠这个脸蛋 不被削 别说 我 为了 陆北婷还会被你迷的神魂颠倒吗 方雅琴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乃是被你疯了 你这个贱人 帮忙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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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贱人 我叫你死 静静 静静 你什么 你怎么样静静 我不想留下氫 v Brilliant 你个 forced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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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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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srome 我有点累了 你这个眼睛 你不是要跟我复光吗 你要是死了 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光了 你是不是 终于有点喜欢我 是 是 我是喜欢上你了 所以你更不能死 我们还要在一起了 只要是你 都没人人 都没人人 林小姐 方小姐绑架你的事情 我已经报警了 现在人已经被警方带走 这都不重要 现在最要紧了 是鲁梅勒千万不能有事 林小姐 你不是不喜欢陆琴的 真是说我不喜欢她了 高助理 今天的事还是谢谢你 别客气 像 方小姐那种人 早就该受到法律制裁了 不过 今天陆北林怎么整了这儿 林小姐 实话说 你失踪一个月一点 陆总一直都在找你 但你换了名字又换了身份 实在是毫无线索 还好 张爱琴的动作太过高调了 我们通过追查她 再找到你 然后才来的直接救你呢 她 她一直都在找我 当然 陆总的心里一直都是由你 她只不过是后悔跟我离婚的 唉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陆总她 知道错了 陆总 我 他怎么样了 先往送来了 其实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陆总 陈欣 你醒了 我给你倒杯水 那我抱你 谢谢你救了我 要歇我的话 就留在我身边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真的 才不能就这样 被陆北廷得逞吗 假的 姐姐我头好痛 你先别动 我给你检查一下 头疼 怎么会疼的呢 又没有转到 我只是里面也受了伤了 你先别动 北廷你骗我 倩倩 这回是真的有点疼了 你放着我 我不放 我怕一波 我一放什么就走了 我再也找不到你 多半天啊 倩倩 失踪了一个月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 我怕我自己再也见不到你 幸好我怕是找到你 在危急的时候救你 倩倩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倩倩 你怎么来了 我能不来吗 出这么大事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有事是不得意 他怎么会在这呢 我也很惊讶啊 我只知道这一个月以来 他一直在受我 倩倩 你可别忘了 你当初离开戏城 就是为了彻底的离开戏城 我知道 可是这次 他为我受的很严重的伤 倩倩 这次犯下戏绑战 就是因为陆绵 你在他身边 只会有原来不断的影响 我不会再让他伤害 这次 我来照顾 不一定是照顾 高汉 陆总 请吩咐 您前进入业的事情都查到了吗 陆总 您小姐在东城改了名 叫温宁 现在是圣汉集团的设计总监 他还会设计 您小姐是双学位高材生 主修医学 辅修珠宝设计 果然我看上的女人 我会让她失望 给我发出院 陆总 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 还不能出院 再不出院 我老婆都跑了 抱歉 没有约不能进去 堂堂陆是总裁 你也敢来 抱歉我真的不能进去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陆总 您小姐 陆北平 哥 既然他是来找我 那我就先跟你说怎么办 哎哎哎 陆北平什么呀 心里有数 你去找他 不直接买你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庄都没看到 小姐 骗趙 她 陆姐 陆总 hing 陆总 你 母. Confederate iamo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倩倩 我跟你道歉 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用一句道歉来解决 不要再来扯他 配不上他 倩倩 我想听你亲口说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你凭什么觉得 我不爱你 陆北亭 你回西城去吧 我已经不是您想了 不 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我的陆太太 别假惺惺 两年前你是怎么对我们的 和怎么和方雅星勾搭到一起 看得一清而出 扫一扫 更多好具推荐 关注我新剧第一时间观看 哥 您是在西城 你不需要回去处理工作吗 我都安排好了 这段时间 我都在这里陪着你 可是 我怕耽误你工作 什么工作都没有我妹妹重要 哥 谢谢你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 伤害多年 我让你去 总家 我是您总安排过来的新助理 我叫李娜 你好 总家 您的客户已经在等了 需要让他进来吗 客户 我今天没有预约啊 客户说 希望您为他设计一款男士介绍 你没有跟他说 我从来不设计男朋友吗 抱歉总家 你好啊 问您 陆总不请自来 是有什么指教吗 听闻温设计师大名 来找你设计 西城有很多好的设计师 陆总何必大老远跑到东城 当然是亲吴 不为 这里是我工作 没空找 您呢 请陆总继续 问您 我是真的 爷爷向来喜欢玉石 想找你设计一款玉石戒指 不白听 但是我从来不设计男的 那我只能向爷爷坦白 哎 等 等一等 我试一下 那好 问您 等你设计好初稿 记得给我看看 我请打 问您 你提供设计戒指 为了诚意 我想请吃顿饭 我没空 你怎么了 你伤还没有好 怎么到处让他 你不是不爱我吗 怎么我手痛 你怎么担心我 我才没有担心你 只是 你是因为我受了伤 我有所内疚 是内疚 还是心疼 天天 不要骗我 好不好 我怎么敢骗唐唐路的事 还有什么事 你明前不敢做的事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给我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我就快 你究竟要干吗 就 姐姐 认识这么久 我们还是第一次单独出来约会的 我可没有答应要跟你约会 姐姐 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 就当是报答我 好吗 而且先见 在我后面的时候 可是你在我耳边 说喜欢上我的 难道 你要耍赖 我那是为了让你清醒才说的 你不会当真了吧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当真 好厉 你怎么都喝完了 天天 这酒度数可是很高的 路北平 你是路北平吗 天天 你没事吧 老天 那就不要把事 我们去做点自己的事情 也没做事 你买了 我会在这 没做事 我招待 我会在这 我惹 你会在这 你能跟你们 我刚刚刚 我对你 我对你 你那么讨厌 那你为什么在勾引 有吗 我有在勾引吗 那你没有 对 我现在就是在勾引 这不是你要求的 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会不得停 去哪 昨晚的事 受意外 就当没发生过吧 这可是我的第一次 你要对我负责 难道你跟芽芹没有 当然没有 我说过了 我一直把她当妹妹 那她为什么怀孕了 那个孩子跟我没有关系 我猜不信 你肯定是骗我的 浅浅 你知道我芽芹为什么怀孕了 有一次 我带她去警州一个酒局 后来我也是先走了 特别觉得她也抢监 所以 我对她一直都心有愧疚 她的哥哥因为我救我而死 现在连她的妹妹 我也没说不好 那你为什么还把她送进监狱 她做错了事 就要受到惩罚 天晴 你在我心里面是最荣耀的 没有人能伤害 喂 哥 蒋蒋 你昨晚去哪里了 怎么没有回来 我 我家的北平这 哥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怎么会生妹妹的气 但是啊 你跟陆北平在一起 要慎重 想清楚 我 我知道 行 林总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前期的 哼 陆北平 你能打动我妹妹 但我这一关 没那么容易过 我可以随时接受考验 可以 你怎么能随便接我的电话 我不想你哥哥再误会我 那我也没有答应你什么 天晴 有说过了 你要对我负责 怎么样 我来上 你这么看着我 我会没有灵感的 我的女人这么漂亮 不把谁 谁是你的女人了 你都跟我睡了 还不承认 你说睡了 就一定能清 没想到堂堂路总监 这么纯粹 你都跟我睡了 我是第一次遇到我喜欢的女人 我现在也不太确定 我们到底算不算事情 你当然是我女朋友 不过 我希望你尽快和她一定懂不懂 因为我怕 你会别的男人想到 那你以后可要对我好一点 当然 我要把一生之间 千千 为了陆北婷这么认真的加班呀 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给爷爷设计的戒指 对了哥 你帮我看看这个戒指怎么着 我妹妹画 当然无可挑剔了 你认真点 你仔细帮我用男人眼光 我觉得文录这里呢 可以再完美一些 千千 我要回去了 你最近和陆北婷挺能爱 就不在这里等 什么 男朋友算是重要 他哥哥也不懂 行了 你既然想好和陆北婷在一起 哥哥也就放心了 不过 陆氏的产业在西城 你以后打算留在这里 还是回西城 我 我是你想好 千千 既然你已经想好和陆北婷复婚 这件事情 还是要体现的 谢谢哥哥 千千 爷爷并发入院 我要回去晨曦一趟 你 你要陪我吗 如果实在不想回去 我不会面前 爷爷是我很重要的人 可是我现在首都上还有一些工作 北婷 你再给我点时间吧 好 谢谢 我在程序等你 喂 李娜 把我办公室的设计图 马上交给工程机制作 另外 帮我递交辞职 哥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这么快就去评好了 毕竟你也在西城 回去之后 照顾你也方便吗 哥 我才不需要你照顾 你是为了陆北婷 我还看不见 哥 你也要拆除我 千千 你来了 怎么 不想我来 姐姐 我以为你在东城很多的事情 我的工作虽然很重要 但爷爷的安慰也很重要 我 臭小子 还行 你终于把我家千千 爷爷看着吗 爷爷是仁静 是什么不错 真是小子 想起来 我都这一把年纪了 有点小毛病 也很正常 医生怎么说 是要做手术 爷爷 你这可不是小毛病 眼下 做手术确实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你俩先出去吧 我累了 爷爷 你好好劝劝爷爷吧 他的病 等不了你 我劝过了 天天 你都陪陪爷爷 他最听你的话 你才是他的孙子 你可是他的孙媳妇呢 什么孙媳妇 我们还没出婚呢 天天 我迟早会让你再嫁给 年医生 罗老爷的手术相当复杂 如果您能给他做 真是咋不过了 什么 好 爷爷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是怕手术失败之后 就再一见到北平了 爷爷 这次手术我会亲自操刀 我的艺术 你还幸福过吗 我当然相信你 也想看着你和北平 早点结婚 但是 那就交给我好吗 那你得答应我 手术成功了 早点给我娘娘家 建个孩子 爷爷 那这个时候了 这可是你和北平的大事 那 爷爷 你要答应我 高高去个手术 好 怎么样 爷爷愿意做手术 嗯 浅浅 那老头可觉得很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那他是不是还说 让你跟你生出来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我爷爷 他想什么武功都知道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敢去做一个 我白天啊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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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喜欢 一大早就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是不是 我看哪有 别动 想抱我 是你先用户 不许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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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 他这看出来我是真心喜欢你啊 请吃 喂 严医生 你快来医院 陆老爷子刚刚昏了过去 什么 这些马上不过了 谢谢 陆总 别担心 陆老爷子的手术很成功 倒是宁医生 等他久了 您带他去检查一下吧 他怎么了 刚才手术的时候 宁医生疏得很厉害 陆北平 他又不要找我啊 陆平 这怎么回事 抱歉 是我的错 医生 他怎么样 恭喜陆先生 您医生怀孕了 怀孕了 我要当罢了 陆北平 你居然让我妹妹未婚身孕 我会给钱钱一个最盛大的婚 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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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孕了 怀孕 你 你 告诉哥哥 是个路的 你还逼你的 哥 他没有逼我 好 我这就借你回家休息了 钱钱已经住进路下了 我根本不放心你照顾他 他是我妻子 当然是我照顾他 你们别吵了 孩子我自己养 我自己住 不行 爷爷 不是让您多住些日子吗 您这么着急出院干什么 我精神那么好 这医院带的太无聊 我终于可以出院了 那我让北平来接您 我还不要他接我呢 有我孙媳妇 小曾孙姐我 就好 对了爷爷 这是北平之前 让我给你吃鸡的瑞食戒指 你还喜欢吗 我孙媳妇设计的 我肯定喜欢 喂 哦 爷爷 发生什么事了 钱钱了 陪我去花人做做 爷爷 刚才是北平给您来的电话 不管他了 走 我有话给你说 钱钱 过去两年 很抱歉一时冷落了你 很感谢你带给我一次 弥补的机会 女生让我照顾你 好吗 钱钱啊 我知道我这个孙子之前呢 有点混账 不过他有个优点 知错就得 你行行好 帮我把他给收 啊 钱钱钱 虽然我也不喜欢这个家伙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和喜欢的 哥哥 吃 钱钱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 对不起 我太紧张了 我还是不想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